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个家庭主夫 我在家里会做菜 送小孩上学 放学 都是一些非常乏味的事情 但是我的创作又往往跟生活特别相关 如果生活里面没有刺激的话 我不知道我将等什么 大家好 我是李辽 主业是一个家庭主夫 然后在闲暇之余会去搞搞艺术创作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 这么多年来我做了哪些事情 我从美院油画剂毕业是05年 然后毕业了之后 一直是处在一个闲散跟晃荡的一个状态 按照现在 按照以前的说法 就是所谓的盲流 没有正经的一个工作 然后经常是想到哪里就去了那里 然后有一次觉得三亚挺有意思 就带了2000块钱 然后就跑到三亚 因为一直以来我生存的方式 无非是家里面 然后另外就是说去打一些体力劳动的工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劳力劳动能干什么 所以在三亚的时候我先是干保安 然后后来是开船 慢慢开船的时候 人就开始在船上会写一些诗歌 或者在沙滩上会写一些句子 暂且成为诗歌吧 所以就是在三亚然后写诗开船 然后结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当时是女朋友 然后她去三亚去找我玩 后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深圳 然后当去到深圳的时候 慢慢地就开始就不写诗歌了 总是感觉是有点 有点就是太把写字当作工具了 找到女朋友就 就开始就没有去做文字方面的创作了 然后没有写诗歌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呢 慢慢地就是人还是需要输出 所以在我看来 我不写东西了之后 我就开始去做一些 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艺术的东西 然后一直会做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有好几件东西 当时其实是做完了之后 就搁在硬盘里面 也不知道它到底算什么 只是因为人有所要表达 然后你看这件作品 叫《我在东湖边流了一身汗》 我觉得它很好地产生了那种 我说的人要输出 然后从写诗 然后到不写的时候 一个过渡的一个状态 这件作品是我先想到了一句话 叫《我在东湖边流了一身汗》 然后我再去做了这一个事情 所以我在大夏天 中午在东湖边不停地跑 然后收集了一瓶 一瓶身上的汗 那段时间人的情绪都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有问题 因为年轻人嘛 很多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武汉深圳两地跑 所以有一次我突然就想 在武汉的街头 一个步行街的路口 然后我想约一个人去那里 三五一耳光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 豆瓣的那个平台上面 让我朋友帮我去约了一个陌生人 他只要是上班的人就行了 不要是学生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 在学校带课 我怕学生过去打我 所以就约了一个 有工作属性的人吧 男性 然后我那天约好时间地点 然后在武汉的那个 一个光谷的一个步行街的路口 我闭着眼睛 然后等待这一耳光 当我收了这一耳光之后 我继续闭着眼睛 直到我判断他离开 所以我跟这位合作者的 就是这一辈子 就从来没见过面 我们往往就是只是在 这个触感上 跟后来的视频里面 我看到过他 在武汉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候 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有时候坐公交车 然后一坐坐两三个小时 在公交车上就睡着了 我就发现在这种 公共空间里面 睡着了之后 外面的世界还存不存在 然后别人再怎么看我 然后我突然从AD 到达BD又醒来 我觉得很沉迷于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又做了一个方案 去在各种公共空间去睡 这是其中一次 我睡过大概四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然后每次睡觉之前 我会熬夜熬两天 让自己能处在一个 自然能睡着的一个状态 当时在一个状态是 武汉跟深圳两地在跑 在深圳的时候 是跟我女朋友待在一起 经常就会发现 他们上班的人 每天早上去上班打卡 然后晚上回来 我总觉得它其实 跟某种被禁锢的状态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直接 回到武汉之后 做了一个方案是 我找了一个写字楼 然后让写字楼的一个员工 在他上班之前 把我锁在他楼下 然后他下班的时候 再拿着钥匙 过来把我放走 这就是当时一系列的这种 自己做的一些创作 也没有说有展览啊 然后有什么啊 就只是在那里坐着 然后放在电脑里面 所以我把它分析为 这是一种非常本能的 一种方法 就是一个所谓搞创作的人 当他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去说 有个画室在画画的时候 他更多的还是想去输出 想去按大家看到自己 所以反倒街头 马路 然后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一个展示空间 一个展览空间 然后正是因为 这系列的创作之后 慢慢地就开始 有叫艺术行业的人 发现我了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有一些 展览的邀约 之后的创作 就变得更加深入一点 我记得当时是 一二年底了 有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 去逛街 然后路过一家苹果店 非常喜欢苹果的那些产品 但又觉得哇 好贵 然后我女朋友好像是 毫无犹豫地买下了一个 一个Pi的还是一个手机 我忘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 好不容易辛辛苦 在老板那里上班打工 然后发钱给你 然后一下用到自己工资的 一个月的大半 然后买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产品 然后下个月又要回去打工 又要去拿这个钱 它好像是一个 整整一个循环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想 把这个循环的链条 变得简洁一点 就像那个 脑龙去种地一样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所以我直接就去应聘了 富士康的生产 这个iPad mini的产线 我在这个产线上面 工作了45天 用工作拿来的钱 去买了一个 我产线上生产的 这个iPad mini 这个就是 往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从那个公共空间 然后到一个 社会场景的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展现 其实不只是 这种企业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整个家庭 它是更细分的一个 社会组建 是一个毛细血管 我又按照我的一个习惯 在生活里面 找到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艺术里面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岳父 当时还不是岳父 当时是我女朋友的父亲 然后在我们深圳的 居住的地方 和我产生的一个争吵 我女朋友的父亲 在知道 我们之间在交往的时候 是极烈反对这件事情的 因为 我们老家是在一个村上面 然后她非常自根自体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她会认为 我是一个无业游民 给不了她的女儿 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然后 在得知她的女儿 未婚先孕了之后 直接冲到深圳 说要拿刀砍我 然后有一次我在车上 我女朋友跟我说 说她爸和她哥 已经在小区楼下了 然后我立马的反应就是 我们躲 我躲到 小区对面的那个 公园里面去 然后等这场 冲突啊 平息下来 我再回去 结果就是 我在公园里面 去溜达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如果我回到这个 充满冲突的 和暴力的场景 这是我就 打开了世界 另外一个门 就好像平行空间一样 它是交割的 你做一个选择 跟做另外一个选择 也许你的人生以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 把手机录音打开了 我就直接冲回去了 然后回去了之后 就发生了 这个墙面上的 这些对话 这里面对话 我把它最后 我岳父对我说的那句话 总结出来 作为了这个 作品的一个名字 我岳父说 你们是生活在 真空里的人 然后我们 都是熟人 说这件作品的名字 叫 艺术是真空 它完全模糊了 生活跟艺术之间的 一个边界 有时候 你看这件作品 包括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又分不清 它到底是生活 还是它是艺术 或者说它互相 改变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是我岳父 撕坏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 羊毛衫 和摔碎的遥控器 一起在美术馆里面 做了一个展示 整个这个作品 在完成到前面 那个阶段的时候 它总给我一种 就是素材收集的感觉 它不太像一个 有来有回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总觉得 艺术还是可以 帮助我们 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在得到 那个上尔外特美术馆 的那个邀请的时候 我把这个方案 呈上去 我说 我需要美术馆 帮我做一件事情 证明艺术 是可以在俗室里面 拿到钱的 所以我直接找美术馆 申请了十万元的 创作基金 想要拿去 给我的岳父 来证明 我能拿到钱 但后来美术馆 有点 金费不足 就批了五万 还扣了一个税 就只拿到四万 这个东西 就真让我感觉 是一语成寸的 感觉就是 真拿不到什么钱 然后拿这个四万呢 我回到老家 然后放在我岳父面前 我岳父还是 那个鄙夷的眼神 这个钱我不要 但是我还是 把钱丢在那里就跑了 然后到后来 小孩出生呢 我又 非常天安地 觉得 这个事情 反复就进一步地 在发展 所以我把岳父 教给我的那句话 艺术是真空 然后教给了我的小孩 然后他 出生之后 学会了第一句 完整的句子 就叫艺术是真空 到了后来 小孩也出生了 然后 有时候过年过节 也会回老家 然后去跟岳父 吃吃饭 但中间总是 还是有一根刺卡在那里 他还是瞧不起我 后来我就 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可以要解决一下 要不然 我跟老婆那里 没法交代 所以在有一次 德国的MMK 美术馆 在邀请我一个 定制项目的时候 我伙同 美术馆 然后杜撰了一个 假的纪录片拍摄 然后让美术馆 写了一份 邀请函 寄到岳父所在的乡镇 然后说要采访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找了一个 我的朋友 是个美术史博士 然后再找了一个 摇满乐队的主唱 假装采访嘉宾 然后我们在湖面上 进行了一次 非常惬意的聊天 采访 当我拿起那个 摄影机的时候 仿佛那个大炮式的摄影机 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一个武器 我在生活里 不敢做的事情 我在镜头上面 就可以 肆意妄为地去 凑近我的岳父的 脸和他的鞋 自从这个事情了之后 我突然发现 整个艺术之真空 一直在讨论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俗世里面 认定的钱 能解决什么事情 名利 能解决什么事情 当然往往因为时间 和小孩的长大 跟心软 后来因为这件作品 岳父也终于原谅了我 还去深圳去看我了 我特意把它 领到深圳的人才公园 然后去造了一张合影 好巧不巧 那天那个人才公园的 湖面上有个大球 我真是觉得 这个球真是太有隐喻了 整个生活就是 慢慢地在这样过下去 然后人也慢慢地 变得是一个 从一个青年 然后变成一个 偏中年的一个人 生活慢慢地乏味 小孩慢慢地长大 更多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是个家庭主夫 然后我在家里会做菜 会带小孩 送小孩上学放学 都是一些非常乏味的事情 但是我的创作 又往往跟生活特别相关 如果生活里面 没有刺激的话 我不知道 我将等什么 所以就在这种 乏味的这种 等的期间 慢慢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诙谐的 小插曲吧 我把这个小插曲放大 一直做了六年 这个作品就叫 每天八件事 有一天我开车 是我老婆上班的时候 她说 他们老板跟她说了 一个成功学的秘诀 说你只要每天 做八件事 你就能成功 我一听我当时就兴奋了 我说我就是那个 特别想成功的人 我说我要开始 去做这八件事 我一定要成功 我就开始每天 做八件事 然后其实往往 每天做八件事 有时候也正暗和的是 模仿我老婆上班的 那种作息 她上班 我起来 去送她上班 然后她去公司了 我就去找一些事情来做 她下班 我就去接她 所以每天的八件事 里面都是一些 非常重复的 有时候是没事找事的 比如说有时候 凑不到八件事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 打一个电话 给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去把她骂一顿 这也算是一件事 所以 对 这件事做的过程中 就慢慢地是 越来越感受到 特别是那几年 17 18 19年 就是人的那种 对于中产的这种向往 这种欲望 特别强烈 然后大家 都是一种 蒸蒸日上的那种感觉 所有面对的朋友之间 很多时候谈的就是 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她取代了一个目的 然后变成了一个 在我看来是那个 驴子面前的胡萝卜一样 然后掉在面前 你永远也拿不到 但你永远想去 向前面去拿她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 又定制了一个方案 在19年的时候 花了一年的时间 念出了八块腹肌 把新盖的英语3 每一篇文章 活生生地背了欺骗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 我觉得中产机机 当时在我心目中 它有两个 非常指标性的东西 一个是健身房 一个健美的躯壳 然后一个是会一门外语 然后显得特别洋气 所以我觉得 既然我没有一个 中产的一个班来上的话 那我先把这两个 形式上的东西拿到 我似乎就可以跟他们一样了 所以我就开始 每天锻炼 每天去背英语 这就是做更好的人 这个项目 刚才的这些作品 都是在生活里面去观察 然后去反馈 去反应 所以当做更好的人 这件作品做完了之后 它仿佛只是 一个星期的一个事情 我们每次背完了英语 然后认为自己能背到了 然后两天之后又忘了 然后那个腹肌 一个星期之后也消失了 然后整个人又变成了 以前的一个状态 又在等待 又希望生活里面 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到了21年 真的就发生了 我生活里面 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完全就是 是我招架不住的 一个生活里面的变故 就像我刚才说了 我一直是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我是闲散的时候 去做做创作 21年我老婆说要去创业了 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 我可能做不了创作了 因为我的那些创作 都是一些非常 自己的一些事情 它跟养家糊口 很多时候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像写诗歌一样 然后当我老婆说要去创业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的是 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这个赶紧 我得去想办法 去把家里面的 这种叫什么 担子 要担一担 在我焦虑了小半年的之后 我就又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我是希望我去打一份工 然后去分担一下家里面的房贷 深圳我们所居住的那块地方 房贷其实特别高 我们把杠杆压得特别大 在两万六左右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去打工 去还这个房贷 然后以我自己本身的能力的话 其实我做不了很多别的事情 年纪超过了 然后进到工厂 工厂也不要 体力又没办法去搬砖 然后后来非常合适的 就是去送外卖了 所以我整整在外卖行业 干了六个月 抵上了我家一个月的房贷 当然扣除了要吃喝 买这辆车 我开始做调研的时候 其实以为很轻松 以为我三个月能出来 我总是会看到各种社会新闻 说外卖小哥月收入一万多 我一去就被打脸了 我发现我还是太菜了 这个一个月一万多 那是里面的排名前十的人拿到的 像我这种在里面 完全最开始就是个菜了 根本就不可能拿到这个钱 所以整整到了两个月之后 才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正轨 变成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会送会计划的人 这个电动摩托车 然后我非常喜欢 它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改造 你看上面的那个钩挂钩 它可以挂更多的外卖 腰身那里装了一个PVC管 是把伞插进去的 这样晒太阳跟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能把这个伞抽出来 然后装在车头上面 我特别喜欢这个伞的这个装置 每次骑车的时候 会时不时用单手下去握一握它 就感觉像是要抽一把剑一样 在城市里面当一个真正的骑手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惬意 因为早上嘛 也没有单 然后去到站点的路上 特别开心 我就在哼唱一个小曲 后来我回来查了一下 那个小曲是西游记里面的 那个女儿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会哼唱这个歌 所以自那以后 我就每天在上班的时候 都会去唱《女儿琴》 也没有把它太当什么作品来做 就是觉得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需要去唱这个歌 后来上班上到很熟练的时候 就会碰到 有一些比如说人口非常密集的科技园 有时候你在宋丹 要经过那条路的时候 会同时碰上下班的那些白领 然后我们只能在一条路上 我只能在后面慢慢地 非常无赖地去喊着借过 但别人也是辛苦了一天 然后要走到地铁站 人都非常的拥挤 但你的时间就在他们的后面 慢慢地去耗过去 所以我特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去拍了这条 不停地站在下班的人群后面 喊借过的一个视频 后来我在美术馆里面 把这两条视频 然后并列放在一起 突然发现 它有一种天然上的一个合适感 所以以后这两件作品 应该就变成一组了 一个在悠闲地唱歌 去上班的路上 一个在晚高峰的时候 不停地跟下班的人们喊借过 到各种的压力 比如说来自系统的压力 来自站长的压力 来自客户时间 催促的那些压力 然后在这些压力之下 然后在马路上 然后你的所有的视角 你的所有的心情 都会变得不一样 像这两个作品 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你只有进入到那个视角 你才会发现某种美 和某种诙谐的东西 前面这个圆柱其实就是马路边 然后防止车撞上人行道的那个石墩 然后我每天我们会经过这个石墩的时候 会发现靠近里面的那一侧 会有很多这种伤口 划痕 它都是我们这些 送外卖的兄弟姐妹们 划出来的 当你站在马路边 红绿灯那里 等灯的时候 你就会注视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这些纹路特别美 一种超越了我们自己本身 去造出一个事物的那种美 它是一个人们在劳作了之后 留下了某种痕迹 所以我就直接想把它 搬到美术馆的墙面上来 在我们那边 人的视频线在一米五五左右 所以它的视频线在一米五五 然后我更加的是让它转动起来 可以是一种嬉戏的一种感觉 然后右边这个方的这个石墩 其实也是马路边 这条腿是我老婆的腿 然后是一比一 3D打印了之后 然后我对它做了一个 超写实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有时候下工的时候 我老婆刚好在外面 我就会说要不要我载你回去 咱们可以节约一点钱 然后我每次载她的时候 她都会特别担心说 你不要撞到我的腿 我的腿小时候做过手术 千万不要撞到 但好死不死 我就撞过两次 所以她后来再也没坐 坐我的那个车 所以我后来就特意就把那个 石墩 然后跟这条腿 然后这样掀上去的样子 然后做的放在美术馆里面 其实也是想气一气她 在这种就是 只有你在你的这种视角里面 你才会发现特别有趣的形式 所以当时一直在感慨 这种工作方法的有效性 跟它感动我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去送单 去取餐的时候 有一些店铺啊 因为当时的那个特殊原因 疫情 然后店铺被封在那个 就是那个里面 然后他没办法把那个菜送出来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在这个防护网上面去 挖了一个洞 然后因为它的后厨 跟这边又距离一个 一百多米的距离 所以它在上面挂了一个 对讲机 又怕下雨 所以在对讲机上面 又挂了一个塑料的 防雨的一个塑料袋 所以我把这个事 直接就移到美术馆里面来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 我就特别联想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那个《易修》里面的晴天娃娃 我觉得这个非常美 而且它充满了我刚才说的 劳动人民的智慧 然后我们每次去的时候 就会按这个对讲机 问里面多少号多少号单 好了没 如果好了我们就等一会儿 如果没好 我们就会去下一个位置 先取别的单 我们以前待在深圳的时候 非常闲暇时间 然后我会经常抬头去看天上的云 拍了很多云 拍了我从18年开始拍云 每次拍的时候我会赞美一下 我说哇这个云真好 或者说哇这个云像一头熊 拍了很多这种小视频 我一直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后来开启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说 我能在外面跑动了 然后能看到更多的云 后来发现 当我去到上这个班的时候 我压根就没那个空前 去抬头看天了 更多的时候是看路面 更多的时候是看手机上的订单信息 更多的时候是在那里焦急地等待 一个订单出餐都没有 所以后来我很自然地就是 把我骑摩托车这个事情 然后跟这个非常美的这个云的视频 然后结合起来 我在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装置 用我的摩托车建了一堆泥水 建在这个云上面 所以这件作品叫赞美云 我的配置中范围里面 有一栋特别高的一个写字楼 然后这个写字楼里面 都是各种在我看来上班的一个白领 然后我有时候是特别喜欢开一些玩笑 像这件作品我就是去 怎么说呢 想像初中的时候一样 用那个阳光去反射我的同学 然后我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时候 拿了一个大圆镜子 然后去反射在里面上班的白领 像这一件就是主作品 就是称之为劳动的一个作品 它就是我去打工 然后去还上我家里面一个月的房贷 里面就是各种证据 像我的生产地工具 电动车 你像工服 银行还款的时候的银行的单据 包括劳动证明 我的考勤 基本上是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就打疫苗休息过两天 这个细节里面就是我各种 得瑟或者生气的时候截的图 你看那个画了圆圈的这个图 说住在豪放天际 点外卖的人都是傻boy 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早班精英群里面 发的一句话 我当时特别无赖 因为我们精英群里面就十几个人 他发了这句话之后 我其实很想说 我就住在豪放天际 所以我没办法去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小区 所谓的豪华小区有T控啊 门禁做得特别复杂 然后我们这些兄弟们就特别讨厌这种有T控的这种小区 这里就来到了整个这个项目的点题之处了 叫老婆去创业了 然后我老婆是一个以前是服装公司的设计总监 所以我在这里是把他创业开始 然后到展期附近他所有做的衣服的样本 然后拿到美术馆里面去做了一个展示 一起差不多是108套衣服 当老婆去创业的时候 有一件刚才我说的从事了六年的那个创作 就刚好在我这个项目开启之前结束了 就叫每天八件事 在21年9月份的时候 我老婆正式辞职了之后 每一天写的都是杨俊辞职了 杨俊辞职了 杨俊辞职了 一直写了五天 然后后来就结束了那个每天八件事 这也是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 但好像又是机缘巧合 天公作美 因为生活里面一件事情 我完成了一个长达六年的事情 也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我做了一个老婆去创业的这个展览项目 所有这些时候 我慢慢就是会厘清一些事情 就是生活跟艺术在我这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有时候我会故意去挑动生活 然后让生活里面产生一些 可能像素材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又会工器私用 用艺术来去报复我生活里面的 某些私人的事情 然后更多的时候 我都是在等待 所以我把它形容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我这种做创作的人们 更像在一个非常虚无的大海上面去挖泳 有时候潜下去 有时候叹起头来 我们大部分时候 潜下去的时候 就好像是回到了生活之中 然后去观察 去等待 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 就可能是像现在一样 我在做一个讲座 我做了一个展览 慢慢这些展览跟讲座 在结束了一段周期之后 我们又会去潜下去 去等待 然后去焦虑 去想要知道自己 接下来该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慢慢 又会潜下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